今天是3月29日 是聖周日 昨天我们刚刚过完 这个聖之主日 今天我想 同一个新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圣像画 默观的一个祈祷 主题当然是用今天的教会礼仪的读经 教会礼仪的读经就是选择了耶稣荣进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迹 所以今天福音所描述的事迹就是八达尼晚宴 首先 邀请大家准备自己心神 能够 在这个圣像画前面 试试 正下来 就在自己的环境那里 准备有大概20分钟左右的祈祷时间 一样圣言 和这个圣像画的图像 进入自己的内心 我会带引大家一起去进入这个默观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应该待会怎样做 首先我将这段福音读一次 如月节前六天 耶稣来到八达尼 就是耶稣从死者中换起拉扎禄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 马以大事后 而拉扎禄也是和耶稣一起座席的一位 那时马里亚拿了一根 极珍贵的唇拿以多香液 付没了耶稣的脚 并用自己的头发 擦干 屋里充满了香液的气味 乃要付卖 耶稣的依斯家 略达尤达斯 即他的一个门徒便说 为什么不把这香液 去卖三百块德纳 施舍给穷人 他说这话 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 只因为他是个贼 掌管前浪 常偷取其中 所存放的 耶稣就说 犹他罢 这愿是 他为我所安葬之日 而保存的 你们尚有 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至于我 你们却不尚有 有很多犹太人 听说耶稣在那里 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 也是为看 他从死者中 所唤起的拉扎禄 为此 施祭掌已决 连拉扎禄也要杀掉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 为了拉扎禄的缘故 离开他们 而顺从了耶稣 当我们迎望这张圣像画的时候 内心 就会浮起 心头刚才 福音的描述 耶稣 也有 耶稣曾经 復活过拉扎禄 而在这幅 圣像画的前面 在桌子中 其中一位 应该 是拉扎禄 圣像是拉扎禄 圆着桌子的也有耶稣的门徒 相信也有 想负买耶稣的尤达斯 现在就让我们 在形式这幅 圣像画的过程之中 试试用点想象力 现在我们不单止是盈望 而是慢慢进入去这个场景 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会是这么多的人物之中 哪一位 又或者你 觉得自己 并不属于 房子内任何一位 只是单单站在旁边 当你想象自己 置身于在这幅圣像画 里面 其中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留意到 画的后方 就是马依大 马依大 马依大是在做服侍的工作 拉扎禄 坐在桌 在桌上的其中的一个同伴 你又看到这个时候 马利亚 拿了一根 很贵的香液 正在摸耶稣的脚 小心翼翼地 在耶稣的脚上 在桌上的 虎翼地 虎翼地 留意一下 敢不感受到 这个房间 洋溢着的香液的气味 在房间之中 你又留意到 其中一个 门徒叫做尤达斯 突然间 他看到这个 这样的景象 就说 这些香液那么贵 起码都值300块德林 为什么不将它 撕射给 窮人呢 他内心 可能 并不是关心窮人 只不过他对钱 是特别有份贪念 接着你听到耶稣说 尤得马利亚 因为他将 这一根这么贵的香液 是保存 为安葬我用的 你们 时时有窮人 和你们一起 但是我 和你们的日子不多 当你听到耶稣这句说话 或者听到 他这样回应 这个尤达斯 你内心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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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这个尤达斯的想法 有没有 有没有 赞成这个尤达斯的想法 我和你们的日子不多 我和你们的日子不多 我和你们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当耶稣说 我和你们的日子的时间不多 你明白耶稣 所说的说话 你又怎样观察 其他人 对耶稣所说的 这句说话的 是反应 姓象画虽然 不是太多人物 不过 其实有很多犹太人 听说耶稣 来到巴特利这个地方 都来了 他们很好奇 其实是想看一下 耶稣復生了的拉扎禄 这个时候 甚至司祭长 连拉扎禄都想杀 因为周围的犹太人 太多因为拉扎禄 被耶稣復生的缘故 相信了耶稣 离开了 那些司祭 经司 这些司祭 这几天之后 耶稣就要开始 他的腐难之旅 祝祭的眼睛 祝祭的眼睛 就要开始 祝祭的眼睛 就要开始 祝祭的眼睛 你门上有穷人和你门在一起 至于我你门却不常有 这句说话耶稣好像对着我说 至于我你却不常有 当你听到耶稣这句说话 很特别的跟你说的时候 你又有什么感觉呢 又或者当你意识到耶稣即将面对他的苦难 你又有什么感受 这一刻如果耶稣邀请你和他谈谈一下 你内心又有什么的心思念类 又或者有些 你心里面很希望能够和耶稣分享的说话 想和耶稣这一刻 和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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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耶稣这份目光的邀请 就让我们在这里停留几分钟 和耶稣有一份对谈 和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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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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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留意到耶稣对你有些特别的回应 可能是一些动作 一个笑容 一些说话 或者是你意识到他的一些动静 你又有些什么 继继继续想和耶稣分享一下呢 感谢观看 就会看到这个圣经 如同在天 大概经过 跟耶稣、跟天主的距離是怎樣的? 你覺得自己很近,或者很遠? 你在這個圖像畫裡面,在這個圖像裡面 你有什麼角色? 你的角色會是瑪利亞? 瑪爾代? 或者在桌上其中的一位門徒? 甚至是你覺得有點像有達斯? 或者你其他人物,任何人物都不是 只不過在房間之中其中一位 離遠地站住 或者就好像瑪爾代那樣,在旁邊 桌邊 這些情境你嘗試都記下 也都記錄下剛才那二十分鐘的祈禱 你發生了什麼事? 為你有什麼新的發現? 如果剛才跟耶穌的互動之中 你有些跟耶穌未談完的話題 想繼續談下去 你這裡也可以做一個記號 將這份渴望和耶穌分享的渴望 帶到另外一個祈禱之中 好,如果你覺得有幫助 也將這些記錄簡單記下來 好,那今天的祈禱的一個帶領就在這裡結束 主有各位 拜拜